把开局要打好 一个是打好开局 另外一个能够 静下心来 就是静下心来 能够把揮自己的水平 对 我们也祝愿王一函能够给 中国队来取得一个开门红 为后面的比赛奠定一个基础 现在双方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目前王一函是世界排名 第一的球员 首先是由他来发球 接发球直接就一板下压 连生器在今年的韩国公开赛 是打尽四强 这是他在今年所在超级系列赛里面 取得的最好成绩 那么这位运动员是1983年出生 身高1米64 他是2008年才加入到韩国国家队的 现在是陪生星连续的两次输 现在我们为大家转播的是第23届油博杯的决赛 在前面的22届比赛里面的中国队呢 在国际语坛上面呢 是占有着绝对的优势 拿到了11次这项赛事的冠军 而中国和韩国队呢 曾经呢 也13次呢 在油博杯的各个阶段交手 其中呢 前面有5次呢 在决赛当中特面 中国队现在是保持着13战全胜的这样一个战绩 对阵韩国还没有输过 往前的一个快推 我感觉今天王一涵呢 在场上上场之前好像表情呢 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紧张啊 毕竟呢 他也是第一次呢 单刚这么重要的角色 这打到决赛阶段 因为这种球上场的时候不紧张 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说你怎么来调节 特别是你打好开局以后 就把自己的气势提起来了 这个情况又不一样 所以王一涵呢 今天这个开局还是不错的 首先一个 他敢预压后场 因为 看一下这个赛神医生 他前后连接是比较快 而且他是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 所以说 而且 基本上是以下压为主 就是到后上是以下压为主 所以你防守就要心理就要定 你首先你心定 你才可能 就是把你自己的一些 这个感觉 场上的这种感觉 包括球路 战术 或者说战术意图能够打 把揮出来 非常可惜 我觉得王一涵他应该是 因为之前有过两次的交手记录啊 都是在去年的比赛 而且呢 一战是在中国大师赛 一战是在中国超级赛 两战在中国的比赛里面 就是苦战三局 击败过 裴正希 应该对对手的打法 那应该有一个比较充分的 这个准备 这种 总是比没有交过手的 要好一些 你也有准备 他也同样有准备 对 这个比赛就是这样 因为他没有攻势 你虽然说以前赢过 但是不等于你现在 你的实力就 这一次就能够 因为他没有攻势 不是一加一二 等于二 就没有任何攻势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主要一条 就是说 谁 越是你胜过 你有时候压力 就更大 从场上 关键是一条 就是在于你自己 能够 使自己的心